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天阿西亚TV 欢迎大家收看天的漫影拍韩语 我是Muting the Sky 听听 那一周啊 真的是搜了一下就过去了 不知道7月的第一个礼拜 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不知道啊 韩国游乐圈这个礼拜 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新闻 大家听着天来看一看吧 不知道是7月的天气之后 真的是太热还是有些人啊 被热昏了头最近总是 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近日呢twice受到了 炎酸攻击的威胁 不过经纪公司JYP也在 第一时间表示会增加安保人员 确保twice成员们的安全 并且啊会严肃追究 法律责任那天还是 希望这件事可以快点的过去 让我们twice的小姐姐们 可以安心的在舞台上给大家 带来更多更好的表演 嗯 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呢 可能让人会觉得有一些遗憾 那就是我们AOA的成员草鹅 决定退出组合AOA 30日上午的FNC也发声明 表示正式了这一说法 有很多传闻呢 说是草鹅因为恋爱才要退出组合 不过啊草鹅在自己的SNS上表示 是因为长期的失眠以及抑郁症 导致身心呢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才决定退出组合 不过啊天音希望草鹅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想无论是在哪里在做什么 我们的粉丝一定也会无条件的支持草鹅 对不对加油加油 哇那说完了这些啊让人有些遗憾的消息啊 下面这些新闻天音真的是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 我想啊看完这些新闻 这一整个七月一定都会充满恋爱的味道 嗯那说到女团呢不知道大家会想到谁呢 嗯如果是天音的话应该就是少女时代了吧 那我们少女时代啊在今年的8月将迎来出道10周年 SM公司也表示将在8月的时候 发表他们的第六张正规专辑 那距离上一张正规专辑啊已经有两年了 相信我们粉丝们都非常期待吧 那不仅如此啊在8月的时候 少女时代还将开启他们的出道粉丝见面会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跟少女时代们度过非常愉快的一天了 那作为大家最贴心的追星小指南 天音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7月11号晚上8点想要去见面会的朋友们 一定要准时抢票哦 祝大家好运喽 那说完我们的女团啊 下面我要来说说可爱的小妹妹们 那在K-pop star第六季中以第二名获胜的金慧玲 将和另一位成员 甚至以蓝苏达的名义在7月12号正式出道啦 哇安婷真的是要恭喜两位可爱的小妹妹 那不仅如此呢在7月的时候 他们也将会推出一系列的预告 跟展开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各位粉丝们要多多支持 多多加油哦 还有所属社表示啊 蓝苏达呢首先会以两人组合的形式出道 之后呢将会新增新的成员 在今年内呢就会以完整体和大家见面啦 希望大家要多多给支持哦 那说完上面两则新闻 如果现在还在打瞌睡 或者还在吃东西的观众朋友们 可要赶快醒醒了 因为听现在要说的这则新闻真的是 太幸福了 不过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就是我们的送送CP 马上要变成送送夫妇啦 哇这里真的是要掌声加尖叫咯 呼呼 那我们的送中鸡呢 在7月5号也表示啊 和宋慧桥将在10月的最后一天 举行他们的婚礼 哇真的是太浪漫了 不知道看过太阳后裔的大家 是不是觉得这一对CP 终于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现实 太让人激动了呢 听也是 瞬间很想要哭 不过啊还是祝福我们的送中鸡 那今天的节目啊 就要在充满幸福感的氛围当中结束啦 大家的7月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呢 希望啊大家都可以带着这一份幸福感 在7月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不过在谈恋爱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收看天音的节目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啦 下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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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